心动的信号似女二号嘉宾红澄澄在节目中没有 成功和自己心动男嘉宾牵手 最终一个人黯然离场 后来又碰上橙子被退学的风波 大家都以为橙子需要好久才能够慢慢走出 这一段伤心过往 没想到12月10号晚上 红澄澄发布一条生日礼物视频 跟大家说她有男朋友了 并且为了男朋友准备了四件礼物 红澄澄在视频中表现得非常娇羞 在视频开头表明是要跟娘家人汇报一下 不过橙子这个滤镜开得也太足了点 连面部细节都看不清楚了 只能看到特别浓重的眼妆和一片雪白 光线不足的地方鼻子都快看不清了 同时橙子说受到大家启发于是要给男朋友 准备四个生日礼物一岁的七岁的 十七岁的和二十七岁的 橙子公开信息写的生日是12月12号 射手座她的男朋友非常巧也是射手座 12月11号生日跟橙子的生日只差一天 这两个人的生日简直是为了购物而生的 都离双十二离得这么近 并且橙子男朋友十二十七岁生日 应该是跟橙子是同龄都是1995年的 如果是真的那么他们两个太有缘了 买生日礼物也不用发愁 正好赶上双十二购物节 橙子给男朋友准备的第一个生日礼物是一张卡片 祝贺男友出生的贺卡 第二个生日礼物是小霸王游戏机 橙子说男孩子都比较喜欢玩游戏 选这个生日礼物也可以跟他一起远程互动 一起玩游戏 第三个生日礼物是一双网球运动鞋 送给喜欢打网球的男朋友 第四个生日橙子亲手去手工店做的一个皮夹 橙子希望未来男朋友身边都有他的标志 在视频中 橙子介绍最后一个礼物是他最花心血做的一个 花了五个小时手指都被扎破好多次 终于做好了一个皮夹子做好皮夹后 橙子还亲吻了皮夹一下 表示他对男友和对这个皮夹的爱心 橙子在视频中表现得非常幸福开心 过往纠结一扫而空 视频的最后 橙子换上了美美的小裙子带着礼物去了餐厅 和男友共度晚餐 只能够看到橙子男友的手和一闪而过的镜头 没有看清楚脸 不过想着可能是橙子比较害羞 后来应该会慢慢给大家介绍男朋友的 橙子的评论区全都是大家发来的祝福的声音 希望橙子以后能开心幸福快乐过上二人生活